他要去包装 妈妈拼了 他要去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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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岁 45岁 帅哥 结婚 然后是收遗产 你找吧 要不然你去吧 你要不然你去解 接完都热枪回来 遗产你是操碎了心 怎么办 怎么办 要钱还是怎么办 就是老公 他爷爷的一个兄弟 不是得癌症好多年呢 这一次好像是真的不行了 然后他有一个女儿 还没出嫁 说找个女婿可以分一千万 因为他家差不多是六个子女吧 女生分的少 但是也能得一千万 然后我老公操碎了心 说赶紧找个女婿 然后到时候分到遗产了 咱们停分 笑死我了 他们在这开这个玩笑 不过人的生命真的是很奇妙 像他得癌症差不多三十年了 反反复的去迪拜 什么的 但是每次都是在关键时刻 死而复生的那种 随时家里头有人 没事的话就会开一下他的玩笑 不过他确实是有一个女儿 差不多今年是四十来岁了吧 到现在没有结婚 我小姑子一会儿可能跟他老公要来 前天的时候 我小姑子去楼上 然后是我很诚恳地道了个歉 然后说是实在抱歉 因为当时确实是很生气 脑子不够用了 然后自己说的啥也不知道了 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那天晚上他去楼上 然后就是很诚恳过道歉 说以后如果 我很生气的时候 不带脑子的时候说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他说之后我也很懊恼 然后是 但是当时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 让我理解他一下 然后是想着他平常人真的是不错 然后是想着他平常没有什么坏心一点的 然后是想着他平常没有什么坏心一点的 人也不错 然后是想着还是一家人 这事就算翻篇了 以后不再提这个事情了 我只是告诉他 不管你心情好不好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要学会适当的控制一下你的脾气 因为你的无意举动也会给别人带来伤害 这叫语言暴力 小姑姐开始她的表演了 反正一两个人家里是很安静的 挺好的 蕭 informação 好 疯不疯 就脱不疯 疯不疯 statistical 我íbms 然后我小姑最近说知道了 我就说你看你哥哥现在没跟你说话 当初就是为了你好劝了一下 你给他带来了一些语言的伤害 到现在他心里都过不去那个坎 不是说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一家人你说一些话就可以的 因为有些时候语言暴力 就是比去打一架或者什么的伤害会更大 然后我小姑就说他慢慢的会注意到会改 伊朗新年差不多还有两三天算是彻底结束 我也终于可以去代购东西了 不然天天窝在家里真的是好烦呢 哇这个提拉米苏蛋糕好吃 这个是比较对我的口味 我老公现在被在中国时间久了 也被童话的没有仪式感了 像我俩领证的日子是啥时候 我俩都忘了 只记得四月份 每次别人问我们是哪一天 然后老师还要去翻一下这个日期 感觉我现在是真的是 一点仪式感的感觉都没有了 不过我老公每次记得的就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每次就是过这一天 其实怎么说呢 家里边和谐的话就对孩子的成长是比较好的 因为看这两天我下楼了什么的 我女儿也开始变得开心起来了 其实想想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 然后为了孩子好 为了老公就是不太为难 然后家里边也和谐一点 不过就觉得这个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亲们的意见和建议 看我小姑子 证明典型就是被宠大的孩子 没心没肺的 脾气来得快 然后去得也快 真的是只有父母给足够的爱 才能这样的去放肆和无所顾忌 其实这种妈也不太好 但是有时候仔细想想也挺羡慕这样的爱的 从小就可以肆无忌惮的 就是感觉有父母永远在坐靠山这种感觉 其实也是挺幸福的 今天这个蜡烛好奇怪 吹了吹了 然后灭了 然后又自然 灭了又自然 我女儿今天吹蜡烛 吹过瘾了 反复差不多 已经吹了十几次了 你看还在继续捉 你看这个蜡烛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好神奇啊 一群人都在笑它 我感觉过了今天我女儿不想再吹这个蜡烛了 吹的真的是够够的 哎呀时间过得还真的是挺快的 一眨眼在这儿因为疫情再生日蜡 过了有一年快一个月了 真的希望全世界的疫情早点结束 然后今年的目标是好好赚钱 然后早日回国 想念沙滩 想念阳光 想念草原 想念自由啊 我在中国的亲们是真的好幸福 可以自由个个外出 不戴口罩 太幸福了 谢谢你们 一 二 你还不想回来 你还不想回来 谢谢你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三 看我女儿 真的是不想再吹蜡烛了 你还不想再吹蜡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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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一 一 二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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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集到这里了 感谢亲们的支持 我是小静 我是小静 请关注我 带你们看不一样的Vila 我要吃饭糕喝粉茶啦 我开始今天的晚餐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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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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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